关于婚姻的保鲜问题 长久的婚姻的稳定 大家觉得是靠什么 靠信任 靠冷赖 哇 你过得这么惨吗 靠包容 靠经营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靠良心 靠一个人的良心 我今年结婚31年了 今天妻子洗头 洗完头以后帮她吹头发 我看到她就是多了很多白发 看到我太太的白头发 我觉得特别伤感 我妻子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 我18岁就认识了我太太 然后谈恋爱还谈了7年 所以我认识我太太38年了 头发都熬白了 真的是很感慨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婚姻的常有的秘局是靠良心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说法的话 你就把良心打上去 这就引述出一个问题了 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 有真爱的有良心的伴侣 我告诉你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良心其实更多的是 把一件简单的事情 可以无数次的做好 比如说你可以叫你的配偶 每天早上8点钟给你打个电话 或者是每天8点钟 早上给你去买一杯奶茶 我只是举个例子 不一定做这件事 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 无数次的重复做好 其实并不容易 特别难 把一个事情简单重复的做好 体现你的责任心 体现你的良心 你可以不同意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我没有强试标准答案 第二个事情 大家觉得在婚姻的世界里头 婚姻的第一核心要素是什么 你打出来 忠诚 尊重 爱 谈得来 相互信任 有价值 幸福 对 其实婚姻的第一要素 核心要素 我的看法 是经济 而不是感情 不是爱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基础 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做支撑 其实爱很难天长地久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 我这个观点 在经济的面前 爱显得很苍白 所以这个面包是大过爱情的 你不解决面包的问题 其实爱情很难长久 所以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头 你想要爱情保鲜 爱情甜蜜 你要学会赚到钱 我不管你是打工的 还是做生意的 如果你赚不到钱 其实我觉得你的婚姻 也很大的挑战 那怎么样赚到钱呢 怎么样去把自己的经济做好 你点击下方的链接 我就是在想 告诉大家 怎么样解决经济的问题 因为如果没有经济的问题的话 其实你谈爱情 谈婚姻 其实也是水中月 静中花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特别是男人 首先要把经济的问题解决好